某些台他就比較不喜歡XXX 他可能就會叫記者去問比較尖銳的問題 他們就會想說你記者不配合是不是 好啊那我就跟你的主管說 喔你在現場這個態度很差喔 那我們可能就要抽廣告了 影響到記者在他的電視台的地位 然後也可能會被換線掉 如果你不公開配合的話 這些後果人就自負 我聽了很多我的記者朋友告訴我說 蔣萬安、陳時中、黃珊珊三個陣營 大家不是都會有這個都賣的時間嗎 但記者們都非常非常的痛苦 為什麼 因為有一些候選人 他們是會前置記者發言的權利 這很好熟不幸陳嗎 誰陳時中嗎 對啊那你叫他怎麼弄嗎 莊瑞雄那邊拱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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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拱 這還是已經就是你知道在鏡頭上 活生生血淋淋的呈現 被拍到 對被拍到的喔 那事實上他們有很多種運作的方式 例如就是 在現場他們會先問說 喔媒體要問什麼 這合理 因為我們也都會問 然後他們會規定說 第一題一定要問什麼 第二題一定要問什麼 那個排序 要照他們的優先順序來排 那通常前面都是頗為優好的題目 到後面呢 可能就會因為來不及而就收掉了 那 你說為什麼電視台要乖乖配合 因為總會有不同立場嘛 比方說可能也許 某些台他就比較不喜歡陳時中 他可能就會叫記者去問比較尖銳的問題 然後這個時候呢 他們就會想說 好你記者不配合是不是 好啊 那我就跟你的主管說 喔你在現場這個態度很差喔 那個問題都很不友善喔 那你知道很多政黨都有下一些廣告 有些廣告預算的 那我們可能就要抽廣告囉 這跟廣告主一樣的意思耶 嗯 所以他們會 因為不只是會前置就是問題的內容 甚至還會影響到記者在他的電視台 或者是他的地位 然後也可能會被換線掉 嗯 所以如果你不乖乖配合的話 那你這些後果你就自負 覺得超不可惜 因為柯文哲是完全 完全就是開放讓大家問的 防疫期間 因為三級警戒 記者沒有辦法進到市府裡面來做採訪 那我們就是幫戴威提問的方式 不是說我們要 我們要前置記者的自由 一下來可能有大概三四十題耶 那有一些會重複 所以我們就會把它合併 然後有一些題目可能最後沒有問到 因為通常那個記者會只要開超過一個小時 就太久我們還有很多公務的內容要去處理 要防疫要幹嘛 所以我們有幾次就後面都沒有念完 那當然有些記者就會覺得 你為什麼沒有念到我的題目 所以就有在我們的群組裡面抗議什麼之類的 就是我們可以跟他溝通 但我們也跟他們說明說 真的是時間不夠了 沒有辦法全部都念完 然後那時候就被四叉貓拿去 我不知道是誰給他的 就說什麼北市府群組裡面嚴上啦 怎樣怎樣 然後說我們都管制記者的採訪權 然後呢不給人家提問 當然媒體有媒體的需求 我們也盡量配合 包含召開記者會 然後告訴大家疫情的狀況 然後有幾個題目為什麼會抽掉 是因為當時可能還沒有確定的答案 所以那個衛生局還在釐清 相較於我們一天開了三十分鐘的聯訪 讓大家問到寶 然後別的陣營是這樣 但是呢他們一句話 一句批話的不會坑 他們都覺得民進黨好棒棒 就是自由民主 然後什麼都對 我覺得這件事情真的雙標道 我完全沒有辦法接受